還有幾個啦,也許Index,Offset,Indirect 那其中的話,我想如果動作比較快的同學 也可以試做看看其他的 甚至呢也可以利用VBA來做 VBA的話實際上就比對嘛 反正把比對完的結果 幫你把資料帶過來就這樣而已 那Index呢,基本上第一個 一樣,我們在姓名這邊 假設我今天插入一個 也是那個,檢視與參照裡面的函數 叫Index找到這個 然後它有好幾組啦,我們用預設這一個好了 基本上呢,它會要三個資料 第一個就是你的Array Array指的是你那個範圍在哪裡 其實就有點像那個VILLE函數裡面那個TableArray 指的是那個資料表的範圍 那個範圍其實你也可以用什麼F3 剛剛我們有一個資料 也許你可以用資料啦 或者是你用選的也OK啦 那我用這個好了 資料指的是這個範圍 剛剛選這個範圍 第二個是,你要這個範圍的哪一列呢 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這個範圍 指的是這個範圍 那裡面的第幾列呢 剛好 它這個範圍裡面的第一列 剛好就是什麼 假設我們今天是001的話 那剛好001 剛好就是 其實這個文字 因為它需要一個數字 所以如果你給它一個001的文字 它會自動幫你轉成001的數字 這個會自動轉 因為它要數字 可是你給它的是文字 它會自動幫你轉 所以呢 我們直接乾脆什麼 給它的是那個Raw Index 直接剛好對應到的是查詢的編號 因為我現在裡面沒填啦 如果我填001的話 它會是剛好是第一列 以此類推第二列第三列 剛好縱項的編號 跟列的順序是一致的 那那個Colon 那個Colon哪一籃 那哪一籃的話 這個指的是這個範圍裡面哪一籃 那我這個地方姓名的話 是第二籃 所以我給它2就可以了 答案確定 好 那不過你會發現 你沒給它 它還會出來 index等於它有預設值 預設的話 自動幫你抓某一籃 那如果你給它的是 第一列的話 有沒有 001剛好無波威 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要向下填滿的話 一樣 如果你要向下填滿的話 那基本上 2要變3 3要變4 以此類推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呢 直接拿這個 第二 所以跟剛剛一樣 我們現在在第四列 所以你直接怎麼樣 在這個地方前面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讓它取的Raw 列號 那因為它現在取的是第四列 所以第四列的話 剛好跟我的第二籃 相差2 所以把2減掉 它會直接就抓到是2 向下填滿剛好是3 剛好是4 剛好是5 就剛好符合剛剛的條件 所以這個部分跟剛剛那個 V環數一樣 不過有些同學可能比較 腦筋轉不過來 為什麼 因為實際上我們在這邊呢 是要取得2 3 4 5 的 蘭 可是這裡的Raw實際上 是取 是什麼 因為我們向下填滿 我需要變出 變出第幾蘭的數字 所以有時候同學 腦筋轉不過來 老師這邊明明是列 你為什麼又說藍 藍跟列 搞不清楚 實際上結果是需要第幾蘭 可是我們是 利用這個Raw 函數去取得我們需要的數字而已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 因為有些同學 腦筋一直轉不過來 所以這一點 要特別注意 OK 把它打勾之後的話 好 這個時候的話 向下填滿 那一樣 我們就會抓到我們要的 不過一樣 剛剛露了一個動作 什麼 把這個H3怎麼樣 要把它鎖起來 因為你沒有把它鎖起來 它會變成4變成5 那抓就抓到錯誤的資料 所以一樣的方法 這邊可以把它改成2 有沒有 章嫌疑 資料都一樣 那剛剛有同學問的那個 就是我們剛剛的編號 有沒有 編號部分呢 我們是利用什麼呢 利用那個公式裡面的 從選舉範圍建立 頂端列對不對 那按確定之後的話 會建一個編號 不過跟各位講一下 其實如果說呢 你要讓它自動抓到最下面的東西 其實第一個啦 可能要先把這些資料 可能要刪一下 刪除一下 因為底下是不相干的 那我們可以做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什麼方法呢 你向下就是 你要建立範圍的時候 我們把它重新定義好了 這個編號 你剛剛同學問的問題就是 一 請你把這個範圍 我們剛剛是可能 這就沒辦法自動產生 因為自動產生會 自己先定義好範圍 不過 我先講一下 那怎麼樣讓它可以往下追蹤 特別注意喔 我是從這個儲存殼 幫它再往下 如果你選到A10 它就只有到A10 可是喔如果你需要全部的 就是說以後如果增加 它會自動幫你放到清單裡面的話 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在選的話 你可以直接把這個怎樣 直接選到最下面 所以你這邊的話可以 選的時候先選那個A3 然後呢 Ctrl Shift向下 Ctrl Shift向下 Ctrl Shift向下 有沒有 它第一次的話是到A10 你在選Ctrl Shift向下一次 直接讓它怎麼樣 往下 那你想說老師 可是我不需要保留這麼多啊 不過沒辦法 因為理論上喔 通常是選到最下面一列的位置 那如果你有新增資料的話 它就會自動幫你補上去就對了 所以特別注意喔 那這個恐怕喔 如果你要自己 像剛剛一樣 全部一次全部做完的話 可能是不是就整個要全部都 不過只有編號需要這樣 所以你也許編號部分 重新再什麼 重新編輯一下打勾 那我們來看一下一樣方法 如果說你需要讓它增加 比如說也許你將來會增加009 010的話 我們先試一下 資料裡面的資料驗證 然後呢選擇清單 來源一樣F3對不對 剛剛是編號 OK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喔 現在向下的話是008對不對 可是如果說我今天呢 假設啦 我用個假的 假如說我多兩個人好了 然後這兩個人喔 我就隨便 先用這兩個 先代替一下 反正我只是需要編號 有變出來就好 那如果我增加這兩個對不對 剛剛如果選到A10 就停止了 裡面新增跟它沒關係 可是因為我現在選的範圍是一直往下的話 那你會發現要點下去的話 有沒有發現009 010 就變出來了 如果你還在增加 會不會再增加 反正呢 你多增加幾個 它就是會自動怎麼樣 自動幫你再點下去 有沒有發現 又自動增加了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說 你希望讓它 一直不斷增加的話 也很簡單 選的時候把它整個選取就好了 整 等於是 一直選到 底下的最末端 不過喔 它有個缺點 什麼缺點呢 就是說如果你現在喔 把這個底下資料刪掉的話 它會有一個小小的 其實我覺得倒也無傷大雅 有沒有 你做過東西喔 它就會變成怎麼樣 有保留一些東西在這裡 那怎麼辦 有時候比較麻煩 你要把它清乾淨 要不然你就是編號 要把它放在一個 不受污染的環境下 它就不會有東西出現 否則你一刪掉 它就會有這個缺點出現 然後這個 這個可能就沒有辦法去 去去做做一些 所以記得啊 就是說把它選的話 選到最底下就ok了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第一個是index 一樣 來源指的是這個來源 ok 第二個的話呢 再利用那個 把公式裡面喔 特別是我是到名稱管理員裡面 去重新去設定這個範圍 本來是A10 那你直接把它改成到最下面 一定的位置都可以 那因為我現在的這個版本 我們是2003的版本格式 所以它是6536 可是如果你是2007以後的版本 是1048576 會更多喔 100多萬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喔